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illy小时候是湾仔落黑道公共图书馆的常客 天天看着打书钉 但今天已经成为建筑师的她就说 自己人大了 要求也高了 你要去找个位置来坐 但大家又会面对面用那种很旧式的一张座阳 来坐下 就变得感觉没那么随意 现在偶然都会去借书去图书馆 但如果说到看书方面 我多数就会留在家 或者好像现在这样 在咖啡室里喝着咖啡来看书 康文署的资料显示 虽然核下公共图书馆的借书人次 每年都有增长 但年龄越大 借书人数就越少 20至30岁市民的借书人数 只是小朋友的四成 反映青年群很少去公共图书馆 要吸引年轻人 第一样可以做的 就是由图书馆的空间和设施入手 为了改善设施 立法会在今年5月 通过撥款1亿4千万 给6间公共图书馆进行翻身工程 留黑道这一道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 图书馆一班职员和居民搞了个咨询会 讨论未来图书馆可以怎样翻身 小小意见就是可以加回 刚才也提醒过 可以加回一些地方可以上网 很多时候做一些功课 最新的资料都是在网上 这是湾仔图书馆 但是不知道大家家国或者馆长 觉得你会用什么形容词 形容湾仔图书馆 湾仔特色在哪里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促成这一次居民参与的 湾仔区议员金沛慧说 希望借着这次的机会 打破一些图书馆既有的做法 因为市民才是用家 现在很多时候城市的设计 都是由所谓的专业人士 但其实设计了出来的 是否真的合用呢 或者是否真的可以很如意呢 其实不是的 所以如果是有两方面 或者三方面的进入 其实会令我结果更加好 居民要求有多些活动和视线空间 将木椅变成梭化放在窗边 多些引入天然光 甚至设计咖啡角等等的建议 康民署都说愿意接纳 但一些涉及改变楼宇结构 或者大厦外墙的要求 康民署就说未必做到 其实改革公共图书馆设计和营运 台湾早在03年已经进行 其中一个改革的重点 就是参考著名的成品书店 去重新设计图书馆的空间和报告 对象你要考虑到那个使用者 使用者他们的需求 不是你的书的需求 你有三万本书 你想把三万本书全部摆出来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在计划底下 原本冷冰冰而外版的台湾图书馆 都要为空间和光线重新设计 而变得更有现代感和有阅读气氛 同时他们又将很多有社区特色的主题 融入在设施和活动里面 务求令居民哀赏图书馆 至于在香港 改头换面之后的落黑道图书馆 将会变成点 可能要到08年工程完成才知道 但是今次改变的 只是图书馆硬件设施 至于其他软件 好像藏书等等 就不在计划范围之内 市民心目中未来的图书馆是怎样 就要视乎民间声音有多大 今天我们谈涛图书馆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请了 这个图书馆委员会的主席 梁志仁校长来跟我们聊天 而我身边也有 这个湾仔区的区议会主席 黄英奇 我想问一下黄英奇 在这个和居民一起参与 设计自己想用的图书馆 这个过程 你有什么看到呢 其实我看到一件事很有趣的 其实居民是很有想象力的 我们以为一般人去图书馆 都是借书还书看报纸 但其实原来他们对图书馆有要求 这里其实会是令我想起 其实我都看过不少的图书馆 尤其是我很喜欢去旅游的时候 去世界各地都去看不同的图书馆 我们看到其实那里的图书馆 其实都很有心的 比如新加坡 他发觉那个社区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找年轻人来设计 来管理图书馆 那个年轻人的图书馆 就不像现在这么荒莫 我们有座椅 全部是斗袋坐地下 那些弟弟在地上看书 真的很奇怪 如果我看回这些东西的时候 再拿回来湾仔 其实湾仔我觉得是一个小实验 既然落刻有这样的契机 是可以令到我们有一个新的图书馆 究竟大家还想要多些什么呢 以前是没有机会 他们想一样东西 想都不敢想 现在可以想的 那校长你印象中 哪些图书馆令你印象比较深刻 无可否认 因为新加坡的图书馆制度 就十年前就变了一个 所谓英文叫做corporatize 就不是直接在政府的核下那里的 那好处就变成了独立 新加坡政府就借了十亿新加坡的钱 来看它提升它的设施 翻身 换棉等等 那我都同意 所以他们是有些新的设施 就出了传统性图书馆的概念 刚才Ada提到很多居民都真的很有创意 就想了很多东西 原本可能是 譬如政府公务员去做 就想不到的 那些例子可以举一下 举个例子 就说这里可以 这里是一个活动室的门口 不如我们将来在这里摆一档咖啡 大家可以按机好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社会企业的形式 都是来 可以买茶叶蛋啊鸳鸯 可以的 大家就谈到庆高菜里 终于就是 这个梦想成真了 真的将来 这个楼子图书馆是有一个咖啡国 但是其实软件方面 居民有很多要求 不知为什么 可能人家知道我关心图书馆 我都收了一些不识的人 有时候一些电邮 他就跟我说 我在哪里去图书馆借书呢 是借不到这本书 其实讲这本书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说 The world is flat 地球是平的这本书 原来他说 当时整个图书馆 是得十本八本 我们是讲香港四五十间图书馆 这样的时候他就说 我现在排队 我是在候补等 他可能要等三年 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选书的人 其实可能用一种 以往是 消闲小说类的 一些书的一个想法 来买入一些书 我想再问校长 就是说 刚才讲的湾仔那个模式 就是说 居民可以参与去设计一间图书馆 类似的模式 其实可不可以在 政府的其他图书馆里面 都想一想然后实施 一定可以 因为我们的图书馆委员会 成立了 现在大概 接近两年 我们一个很主要的任务 就是 和社区 多很多的接触 我们已经做了 和非政府的机构 和这些学校 讨论过很多次 就是他们觉得 香港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未来的发展 他们有些什么意见 譬如有些事情 我们已经有策略在做 就是有些 迟些会有些 比较专题的图书馆 或者一层 在图书馆里头 特别专题的 譬如说 迟些会沙田的图书馆 会做一个 就是体育和健康的 在那个荃湾那里 会有一个 营养和食物的 希望这些发展 会令到香港的图书馆 未来更加符合 这个港大市民的要求 今晚很多谢 梁静寅校长 和很多谢Ada 黄英奇 我手上一本书叫《图书馆的故事》 里面记载了有趣的故事 故事就说 在古代的阿力山大城 当时有一个很野蛮的做法 很野蛮的做法就是 所有人如果路经阿力山大城 他身上有书的话 都会被充公 接着就放在 阿力山大图书馆里面 做法背后的意义就是 他要把上面所有知识 都垄断和掌握在自己手上 当然人算不如天算 大家知道最后结果就是 阿力山大图书馆 就付诸一句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 很多文化上的灾难 都和焚烧图书馆有关 中国版的故事 当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渝 但其实我们现在当代 都有这些文化的灾难 譬如美国决定攻打伊拉克 影响到很多无家可归 是战乱的巴格达的人 去图书馆或者博物馆 去抢略的 其实受影响的 包括在巴格达 这个很重要的图书馆 The House of Wisdom 智慧的居所 这个图书馆 是人类历史里面 一个很重要文化交汇点 由欧洲 至中东 至印度的文化 都是曾经在这里 被互相翻译 我自己的心理又不是很好 我经常认识 现在很多这些书 就是在美国的亿万富翁 他私人的家里的书櫃里面 所以你看到 很多时候 我们看一些图书馆的历史 也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一些兴衰 我手上有另外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说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图书馆 其中一个就是说一个梵蒂岡的图书馆 那些壁画其实也很有意思 是的 譬如米古安泽路画的壁画 其实他就想表达这个权力和知识的拉锯 当时一个传说就是 Sibyl这个女性手上有九本 能知过去面来的书 是不是很值钱这些书 是的 当时他就开了一个很高的价 向国王就说我卖这个书给你 国王就觉得当然所有知识产权 都是属于他的 他就讨价还价 Sibyl生起来 就将其中三盆扔到火里 但是国王仍然不就反 Sibyl就再将另外三盆扔到火里 终于皇马国王 还是要用原价买下 剩下三本 当然这本书就是说世界上最漂亮最伟大的图书馆 但是图书馆就不一定是大才好 小也有小的价值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公共屋村里面 因为物资比较贵 当时政府的做法 就是会将一些流动图书馆 即是一些货车里面 装了很多书 每个星期就会去到公屋的社区里面 然后借书给小孩子 所以这些流动图书馆和货车 就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 成长的过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记忆 譬如我手上这本书 《知识的灯塔》 都是说英国有一些面包车的流动图书馆 是很特别服务社会最边缘的人 甚至乎是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原来你虽然无家可归 但是你可以有书读 冰冰奏而已 》 для冰冰奏 《知识奏》 《经浪 Normandong》 《知识奏》 邮富翁 是會很專門地、很專心地 將他一生可能大部份的精力時間 甚至金錢都放在藏書上面 而且可能放在某一類藏書上面 即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其實已經是書廁 現在就請這個 我們香港敢出名的書廁 許定明先生 許先生 許先生 今天很高興認識 今天真的 你這裏的書房環境十分好 不是說很容易 我們做藏書 藏書人在香港是否比較困難 各種條件限制 藏書有地方擠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地方擠 所以書都流失了很多 而且很捨得買書 我省很多錢 即是其他東西沒有怎樣花錢 就是要買書 其實這裏的書 那個實質的銀碼 都很貴的 譬如這本你不要看 這本小小的薄薄的 這本火燒的成 這本我買了二百幾三百元 這本幾十個版本 所以我們香港的精明的 透支者和電視觀眾就要留意了 原來繼這個透支紅酒之後 有多一個新的投資項目 就是舊書 這些民國版的書 每次數百元 甚至乎會過千 有的過千 一兩千元都有 一兩千元都有 不過當然了 我想你聽完我這樣說 一定心裏暗暗就罵我 鼓勵大家去炒貴拒 對 許先生偉 很多時候我們看舊書 都很講究 除了版本的先後 都很講究 譬如說它的紙 或者印刷條件 那些很多時候 跟那個時代關係都很密切 例如剛剛我們拿起這一本 這些是草紙 對嗎 對 沒錯 那時候是用草紙印的書 大家知道抗戰時期 物質非常缺乏 重慶和桂林 都是文化的集中地 他們在那裏都要出書 都要寫書 所以在那時候 他們出的書 因為物質條件這麼差 全部都是用草紙 很容易難 很容易難 所以這本書是保存得很好 很難得流傳下來 還有一個很弊端 就是凡是這種草紙印的書 很容易注的 那些蟲紙 注到它都穿了洞 很多時候 現在我聽很多朋友都會說 買書當然買新書 人家同樣有一本書 有新版 為何要買回二十年前的版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新書改了版 改得不好 第二個原因 就是舊書 在舊書裏面有它的故事 例如剛才你拿著這一本 這本書有特別的地方 在寫的版權頁 你可以看到 他說 此書難再得 這個不是我寫的 即是上一首 不知上幾首的人寫的 不知上幾首的人寫 此書難再得 很難再找得到 所以這本書變成容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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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即是這樣還有價值呢 還有一個價值在哪裏呢 就是說它沒有新版 嗯 根本沒有了 是的 即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家 他的書會不停再重印 是 但如果一個作家不出名 是不會有新版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問 既然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 現在人不認識他 即可見他是否已經被歷史淘汰了 那為什麼還要去看他的東西呢 一個作家受到歷史淘汰 是有很多因素的 不一定是說那個作家寫得不好 政治的因素 戰爭的因素 他可能在戰爭之中 已經喪失了他的生命 那麼他的作品呢 就是在無人知 和無人提攜之下 就淹滅了 無人知 那麼我呢 最希望找到那些人呢 就是說 他是又有料的 又寫得好的 又無人知的 那麼希望將他介紹給大家 例如這本叫《小小十年》這本書 他後面都有寫的字 這個印度 我很想在讀筆之後 說幾句讀後感 因為此書 是唯一自稱革命上進的青年所作的 但我看來 只不過是一個封建時代的遺少 並且很多地方誤解了革命 實在是不革命 更誤解了什麼是愛情 這本書呢 《小小十年》 有些故事講完 這本書呢 這個作者呢 叫葉永俊 這個作者一跌也不出名 當時呢 他是一個熱血青年來的 他要向往一個戀愛自由 他很喜歡一個女生 他就離開自己的家庭 想說跟這些女生結合 後來因為他又要去打仗 等等 那種愛情是不了了之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寫了這本書 其實差不多可以說是他的自傳 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反映出 在我們中國最早年 這個二幾年 那段時間裡面的 那種年輕人的思想 不過其實那個年代 很多作者是喜歡 將對愛情的自由追求 聯繫到整個人 整個社會 甚至國家對自由的追求 那時候經常都 他們講愛情 都很重要 譬如三國戀愛 講張之平 講張伊萍 甚至提倡同性戀 他們的小說裡 都有這些題材 所以你這裡有這麼多藏書 其實每一本書 許先生後面都是 都有一個故事 一些因緣 一個故事 有他的自己的歷史和遭遇 是 這個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藏書 謝謝你 今天謝謝你 謝謝 接下來是播映 哇哈哈非常咖啡可樂突讓 胡桃王爺鐵將軍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李宗盛